我一直有持續耳鳴的症狀 怎麼辦呢 耳鳴其實是我們體內發出的一種警報 代表說身體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狀況 但是其實我們不能只觀察這個表象性的問題 還是要找到背後根本的原因 建議其實可以找一些專科診所 先排除掉是耳朵結構上的問題 如果已經不是結構上的問題 這個就要從我們的自律神經的方向來做一個考量 可以找到一個自律神經專科的診所 來做一個自律神經檢測 看看是不是因為自律神經失調所引起的耳鳴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耳鳴已經發生了 有沒有什麼撇步可以來處理這樣的問題呢 那其實我們現代人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在家 其實常常都是一個久坐的狀態 所以我們的肩頸都是一個很緊繃的情況 肩頸一緊繃 血液循環就不容易到頭部到耳朵 也會影響到耳鳴的聲音 那會建議說白天的時間可以稍微做一點伸展的運動 自己放鬆一下 晚上洗澡的時候用熱水把肩頸沖一沖 肩頸越放鬆頭部的循環改善 這個對耳鳴是有幫助的 那耳鳴發生的當下很吵應該怎麼辦 其實你反而不應該去觀察耳鳴的聲音 因為越想一定覺得越煩躁越焦慮 反而會放大耳鳴的音量 當下你不如找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比如說一旦耳機聽著音樂 或者是看電視跟人家聊天 轉移一下注意力 那注意力轉移的越快 其實對於耳鳴的音量 它下降的也會越快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歡迎收看